美中贸易战还有不确定因素 美股跌多涨少 台股在外资21买之下高档震荡 国据发动跨国并购将拿下美国同业基美 国据收购竞争对手是利多吗 台北股市怎么观察选股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万宝投顾朱成志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美欧总统川普说 他还没有同意取消对大陆加征关税 因为投资人就开始担心了 美中贸易谈判是不是会再度生变 说好的美中贸易协议呢 是不是可能还没有那么顺利 川普的个性大概就这样了 变来变去啊 大家也已经习惯了 那他不变才是有点怪的 但是这次的事情啊 大概就是11月7号的时候啊 是中国的商务部先说了 他们就要分批啊 把这个所加征的这些关税都取消掉 那11月8号 川普这边就回应了 就炸了锅 他的意思是说我还没同意 所以呢 市场上面的反应啊 比较重要 就是在礼拜五啊 盘中的时候 当时美国四大指数都跌 道琼也跌了百来点 但是呢 后来看一看 又稳定住了 又拉到翻红 四大指数 这一创新高 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我们看美国的四大指数 道琼小长10点 然后纳斯达克 或者是纳斯达克100 大概跌幅0.1%多 0.1%多 非半指数跌0.53% 其实这些都叫做 没有什么跌啊 这算是非常稳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倒是有点 不太担心川普 会这个会不同意啊等等 就觉得美中双方嘛 反正你们打打探探 最终应该会有一个结果 因为现在还不是迫在美眼前了 好像比方说这个礼拜 我们假如说他们两边就要谈判 我们还觉得有点惊惊的 现在看起来 好像上次所有的资讯 一本新闻都讲的是12月份嘛 所以在12月还有时间嘛 那本来这种东西谈判就是 彼此要开开 要有点姿态嘛 要做做姿态 或者变一点细法 所以我认为美股呢 假如说昨天 大家的跌幅就这么一点点 这么收敛 那其实它不叫跌 它叫做高姿态的在等待 等待川普啊 最后大概还是会跟 中方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议 是 上市贵10月份的营收3.2兆 创今年以来新高 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 主要的动能 我看了一下 应该有不少是来自于 平概股和华为概念股 提到身为这两种股的台积电 昨天回测300元大关 不过今天台积电 我盘中看是已经止跌了 从台积电止跌来看 董事长你觉得大盘有看到上工的契机吗 其实今天已经收红 而且收在相当高点 对不对 我想今天台积电就涨了4块 所以我们这么开开玩笑的提 之前各位啊 台积电要拼300块 那时候是花了多大的力气啊 差一点要到 那时候到298 结果一跌呢 就跌到了288.5% 就是说他快要碰到300块 那个关卡的时候 难免静观情缺 我还记得那一次啊 是台积电法售会 法售会完 大家也看得很乐观 11个外国投资机构 写报告 都写到三字头以上 还有加四字头 对要比高嘛 但是呢 就在那个时候 他的300就到不了 差两块钱到不了 一跌就跌了差不多9块5 这一次呢 是突破了310 到了311.5 那一回跌呢 跌到了300块 大概就跌11块5 反正呢 大家有一个经验法则 上一次跌9块5 这一次跌11块5 反正大约就在这种位置啊 就是他的回荡结束 所以台积电可能在这个区间震荡 对不对 是不是区间震荡 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的这个多头的力量的来源啊 他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对外资来讲 反正 还是持续买超嘛 中间大概只卖超两天 就这一波的回荡 从311.5 跌到昨天盘中的300 大概就只有两天是卖超的 所以应该可以这么讲 叫做比较多的是买进 比较少的是调节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是买进 比较少量的是卖出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他还是多头趋势啊 那他的租架构没有改变 那但是呢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 我另外跟各位讲一个 你也蛮有趣的 有一档股票 叫做世新KY 世新KY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台积电的周边呢 叫做我们上次跟各位讲一个专题啊 叫做IP加NRE 这叫做胜利方程式 各位啊 我不是英文老师啊 但是今年你在台湾投资股票 有一些专有名词的英文啊 你要搞清楚 IP他就是智慧财产权 就是川普要跟中国谈半天 其中贸易谈判有一项 就是你不能够 这个窃取我的IP了 就是我的智慧财产权 那这个NRE是什么呢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服务啊 那是谁 什么样的服务呢 就是台积电在做先进市场 好了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IC设计公司啊 大陆14亿人 怎么会没有一些天才呢 就有一些很厉害的公司 我们也做开晶片 大陆有鼓励开晶片 但是我可能可以设计 一个很棒的晶片 我们不怀疑 就大陆有很多人才 但是对不起啊 你这些伟大的设计 就好像你是一个设计师啊 你很会画图 对不起你要盖房子啊 不是只有能有个图哎 你这个图要能够是可行性方案的 你这个图画出来 不是画得很美 而是画得要很标准 你那个尺寸是什么尺寸 要怎么去做它 对不起啊 你如果要到台积电投单了 你必须经过有一些 IP或者NRE公司的帮忙 所以呢 类似四星KW 这种就叫做 属于这个族群啊 创意 也属于这个族群 结果它发生什么事呢 就在台积电前两天跌的时候 它又创了历史新高 它根本就没有跌 它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它股价现在是怎么样 它现在200多块了 今天最高212.5 它其实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说当一个台积电 我以前比喻过嘛 台积电就好像一个白雪公主 公主是要很多的宫女来伺候的 你看看那种清朝连续剧 不就是一大堆的宫女吗 然后这个贵妃是一个 太后是一个 但你一堆人要伺候她 那我们也比喻嘛 这些白雪公主旁边有七矮人工匠 你要一堆人伺候她 所以半导体设备股或半导体周边股 或者提供半导体某项的服务 这个更厉害了 那这种就是IP公司或NRE公司 这种公司你都不能小看 因为中国要去美化 中国现在不必问 大部分这个老中啊 在中国一定是很讨厌川普的 因为你打了贸易战 让我的经济状况 这个有很多的麻烦 可是大陆要去美化这个心啊 你要达成这个梦 你要完成这个梦 你没有晶片你玩什么啊 你这个晶片谁生产 靠你大陆的中心半导体生产吗 那不行啊 最先进的制程只有台积电 所以它一定要台积电 那你最新的制程 你排不上去 因为为什么 我们大陆的IC公司啊 它可能这个IC设计 它才炒创三年 就这三年大家拼了 台湾的IC设计搞了三十年 这里头各种的层次不一样 我们台湾的联勇 它所有的制程 它做出它画出来的图 它就能够做得出来 盖得出这样的房子 大陆现在那种概念叫做 我IC设计我画得出这个图 但是你要我分里头的构建 怎么样 这个要几公分 那个要几公分 这个要怎么制程 那一定要透过台湾 台积电身边的这些 重要的IP公司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台湾真的要感谢 有一个台积电 台湾之光 有这家公司 美中双方打贸易战 最后真正的决战点 为什么会好到台湾 因为台湾有台积电 如果没有这种公司的话 那台湾门都没有 是所以董事长说 世新KY是白雪公主 旁边七矮人 我们也要来看 还有很多 我记得之前还有个利基 对不对 对对对 董事长 国剧宣布跨国并购案 打算以总价台币500多亿 收购美系被动原件业者 鸡美百分之百股权 董事长你怎么看 这一期的并购案 国剧的老板陈泰明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财务操作专家 他过去有很多并购了 然后或者说他以前挂牌 他又想要把它买下市了 然后减资了 然后再增资了 他很多这种财务操作的动作 那国剧现在在被动原件 比较低调的时候 因为他cash flow很多 他现金很多 他想要公司的钱去做这个并购 我只能说timing是还不错 但是能不能够马上对我们的投资者 个人会觉得 是不是值得去买进 或者我建议大家先观望 看一看 这个时候不要太过兴奋 因为被动原件不是今年的主流风 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 要到一年以后 可能明年因为5G的手机太大量了 量一多 他用了被动原件才会又带动另外一波 可是以现在来看 我只能说他是谷底 这个谷底是盘底 盘的时间应该不至于比之前更坏 但是在这个时候做这种动作 是有点冒险性的动作 他可能股价短线不见得会亮眼 董事长台股现在在一万一千五百点附近高档震荡 您刚已经提示了一个股票 那投资人要怎么样选股操作呢 其实今年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概念 假如你也跟陈泰明先生一样 你现在该做什么 陈泰明董事长呢 他是跨国去勾病花大钱 打大钱把自己的这个被动原件的战略地位 拉得更高 他当然有钱可以 我们没钱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气魄 但是为什么他要做这种动作 他一定看好未来的商机 未来的商机不叫做被动原件商机 未来的商机叫做因为一个5G在驱动 所以全世界大家 每科技产业都在往这条路就迈进 那5G会带动很多 刚才所讲的台积电是一种 它带动的是晶片 但是呢明年我们眼看的 今天股价也大涨的 还有很多啊 比方说金人宝集团的博智 这是一个PCB公司 今天涨停板 印刷电路板 刚刚好过100 它是100块5毛钱 今天涨了8块7 另外一档叫做散热的股票 叫励志 今天也是大涨76.3 好了 这些公司都在干什么 今年呢只要围绕的5G的题目 跟PA功率放大器有关 或者跟印刷电路板有关 印刷电路板不是只涨个博智 红海集团最强的不是红海 去买红海 当然这一波有赚到 还不错 但是红海之前闷死了 红海这一波涨很多 今天又涨了3块1到91 但是涨得最凶的是什么 一直在创新高的 是真顶KY 这档股票是红海集团旗下的PCB 是郭台铭郭董最少管的公司 结果股价的表现最好 成绩最棒 现在是全世界 不是两岸 是全世界印刷电路板第一大厂 这种公司持续在往上涨 今天153块涨了9块 我当时认为今年属于这种主题的 印刷电路板搭上5G的题目 散热搭上5G的题目 或者是同伯级板更上游的 搭上5G的题目 只要是跟这个相关联的 未来都会好 是 好 所以群股操作部分 就是董事长提示那几点 那您看外资的态度怎么样 最后30秒 外资连续21天买超 创5年来最长记录 那最后外资转折的关键 可能是什么呢 外资已经买了21天了 按照今天的大盘的发展 很可能今天他又买 那就22天了 那他买的金额 现在已经超过1600多亿 毕竟1700亿 如果他再多买一点 这个就不是您刚才所说的 5年来的记录 他可能是15年以上的记录 那看这个样子 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快的 外资会搜索 今天非常感谢万宝投顾 朱成志董事长说明 谢谢董事长 谢谢 谢谢